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虾和蝉 就曾观察他们好几个月 一定会把各种细节都了解得非常透彻才会动笔 齐白石刚成名时 有个富商出手阔绰 请他画一条龙 齐白石虽然没见过龙 但凭想象画出一条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如此就会违背自己创作的原则 于是齐白石就很巧妙的画了一个插满鲜花的花瓶给了富商 对方非常不解 让你画龙 你怎么给我画个花瓶 齐白石指了指花瓶 原来龙就画在了花瓶上 齐白石90岁时画了两幅老虎的作品 虽然两图里老虎造型不同 可都是背对和半握半坐的姿态 只画了老虎的后背和屁股 很多人都认为齐白石之所以不画老虎正面 是因为他压根没有见过或者没有仔细的观察过老虎 所以他对于画老虎正脸没有十足的把握 于是特意把画设计成了老虎背过身的造型 也有人认为这两幅画都是齐白石在老友杨虎将军家中驻寿时所画 这画也是他把杨虎将军当作原形 比拟成老虎的模样所画 后来这两幅老虎图 一幅于1957年有人从齐白石家里买来 后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另一幅则被收藏家张宗献购得 2010年新年刚过 这幅画拍出了3200万的高价